好,在这一边呢,它有score of a group of students in a competition 它告诉我它的medium是30,它叫我找range of value of k so,这一种题目呢,它是属于ungroup data in frequency table ok,它是属于ungroup data in frequency table的题目 ok,所以这一个题目是属于ungroup data in frequency table的这一种题型 然后这一种类型的题型呢,它曾经在SBM past year ok,SBM MX出过这一题 然后它要的是range of value of k 然后它说它的medium是30 你就心里想,我有10个,5个10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10,总共有5个 20,总共有k个 30,总共有6个 40,总共有7个 50,总共有4个 他说它说它是medium的时候呢,medium是30的话呢,这样它有两种情况 ok,是哪里两种情况呢,ok 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啊,一种情况是我的那个medium是它的第一个30 然后我总共有6个 然后我总共有6个,这样就是说第一个30的后面有5个30 所以就是说我30到这一边到30的时候才有5个 然后我前面的数量跟后面的数量一样多,这样它才是它的medium 所以我的5加k会是等于5加7加4 所以我可以拿到我的k会是等于10 ok,因为我的这一边这个5,5跌掉7加4,11 所以我拿到我的k是10 第二种情况呢,是 我的那个,呃,什么 30,是我最后一个30 所以在我最后一个30之前的前面有5个30 因为它总共有6个30嘛 所以6个30,一个扣掉一个,后面还有5个 扣掉一个,前面还有5个 然后我前面的数量跟后面的数量一样多 然后我这个是以这个30为准 这个也是我的前面的数量跟后面的数量一样多 所以我5加k等于5加7加4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呢 我就有5加k加6 会是等于7加4 所以我前面,这个30的前面有5加k加6个 我这个30的后面有7加4个 所以我的k会是等于7加4 5加6也是11 哎,等一下,在这边我有算错东西嘛 这一边是5k6,7,4 所以我拿它最后一个的时候 这边是7加4 然后我这一边呢 它是5加k加5 哦,这个是5 前面这边是5,我写错了 这个是5 5个,5个 它前面有5个 所以我的k呢,会是等于1 所以我的k是1跟11之间 所以我的k呢 是在1跟11之间 好,来 另外,在这一边呢 假设我现在它是1跟11 来,我要怎样去让你看到它 真正的情况是怎样的 你看啊,如果啦 我在这一边,它这个是1的话 所以我总共有多少个 我总共有10 然后22个 所以22个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这一边,它第10个 我的median就是我的第10个 跟第11个加起来除2 5,6 然后第10跟第11 有没有,不是 它是这一边,它是5加1 等一下,我这边有1 5加16,12 然后这一边是 等一下,来 我这边我有弄错吗 对啊 这个5加16,6加6,12 12,然后再加 然后直接 这边我有5加1加6加7加4 我拿到是23个 OK,23 什么呢 这一边,23 所以它是23个的话呢 它中间是23加1,24 所以23加1 和2 th 也就是第12个 6,第12个是它 所以是30 第12个是30 然后如果我刚刚的这一个 我放的是11的话 这样它总共有多少个 全部加起来 5加 那个11加6加7加4 这个是11 哎呦 它这一边它拿到的是33 所以这个是33个 所以我的medium呢 会是33加1除2 34 就是第17个 所以第17个的时候呢 你就16 然后下一个就是17了 所以它的第一个 所以第17个是在这里咯 可是如果我放我的k是0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在这边我k放的是0 k是0的时候呢 我在这边我就有7加4 5加6 我就有22个 所以我的medium呢 会是等于22加1除2th 就23 然后 23 22 22 就是12 第11个跟第12个 加起来除2 我第11个是什么呢 我第11个是这边 第11个是30 第12个是 那个40 所以它变成30加40除2 然后它变成35 不是等于30 同样的 同样的 如果我刚刚呢 这个我拿到的是 第12 我放12 它已经超过了 所以我这边放12的话 这样我全部加起来的时候 我这一个 会变成了 那个34 所以我的medium呢 会是等于34加1除2 个 所以就是第17个 跟第18个加起来 除2 第17个是20 第18个是30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是20加30 除2 我拿到是25 也不等于30 所以我们 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 它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 OK OK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更 详细的看到的话呢 你就行一下 我有5个10 我就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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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10 1个20 6个30 7个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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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5个10 5个10 5个10 1个20 6个30 7个40 然后4个50 我这边50 然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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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5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 就是说 呃 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 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 将来一个 它是最后一个30 然后如果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是5个10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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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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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6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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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40 40 40 四个五十 五十 五十 七个四十 这个是四十 所以跟着刚刚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搁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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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搁搁搁搁搁 你前面搁一个后面搁一个 前面搁一个后面搁一个 前面搁一个后面搁一个 这样 搁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前面割掉十六个 后面也割掉十六个 我在这边我有割掉十 十五个 然后这边十有五个 然后这边六个 七个二十六七 四个五十 我这边少写一个五十了 好 所以我前面割掉十六个 后面也割掉十六个 对 然后剩下的最后一个 三十是我的第一个三十 这个是最后一个三十 然后其实如果我拿我的那个K 我的K是一跟十一之间 我放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会是在他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三十之间 是他的Midium OK 可是如果我现在是这个跟这个的时候 我的Midium呢 就是 就不是三十了 这样 OK 所以我要分两个Case出来 其实有很多Case 它中间还有很多的 这样 然后只是我是拿它第一个 来分界限 和最后一个来分界限 好 来我们在这一边再看多一个例子 这一题 OK 好 在这一边呢 它是Number of Book 然后它在这一边 它说它的Midium是三 它的Midium是三 所以它Midium是三的时候呢 你就心里想 你的一有六个 你的二有四个 你的三有五个 你的四 等一下 来三有五个 我把它写完出来 这一边 三三三三三三 然后你的四 四有M个 然后你的五 有三个 好 我们这一边呢 它有两个Case OK 跟刚才的这一种 屏幕的做法一样 我有把它分成两个Case 第一个Case是什么呢 第一个Case就是 我的第一个 是我的Midium 所以我这一边有四个 所以它的前面的数量 跟后面的数量一样多 所以我的六加四 会是等于四加M加三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 我的M会是等于三 然后接着 我就有第二个Case 第二个Case这一边呢 我的这一个M呢 OK 我拿我的这一个是最后一个 所以它后面有M加三个 这一边前面有四个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 六加四加四 等于M加三 所有的M等于14减3 等于11 所有的M是在3跟11之间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嗯 所以我们下一次的Midiu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